好 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全球演 为期两天的欧盟夏季峰会 此时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 这是在俄罗斯发生瓦格纳事件之后 西方国家首次召开峰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前 发给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的信函中就说 本次峰会将会重点就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欧洲竞争力等议题来进行讨论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近期的事件促使欧盟领导人要寻求 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达成一致 目前德法英已经带头达成了双边安全协议 向乌克兰提供长期资金军事物资培训和情报支持 那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 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东方卫视记者陈斌 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峰会在欧盟领导人和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的午餐会上拉开帷幕 北约代表极少数参加欧盟峰会 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内局势笼罩着这次峰会 普里格任抵达白俄罗斯引发东欧忧虑 但是瓦格纳兵变让欧盟幸灾乐祸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前表示 俄罗斯内部的不团结和我们的团结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欧盟成员国不会直接讨论瓦格纳事宜 但乌克兰局势仍是首要议题 不过就我的观察来看 峰会对乌克兰的讨论是多方面且复杂的 各国很难快速达成共识 其中一项对乌的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仍然受到匈牙利的反对 欧盟领导人将讨论一项为基辅提供长期财政支持的500亿欧元的新提案 其中欧盟就想到如何用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冻结资产来支付乌克兰的重建费用 尽管有政治意愿推进投资这些资产 并将利润转用于乌克兰的项目 但一些欧盟外交官透露 这个方法上仍有太多的法律陷阱 此外欧洲央行表示担忧 认为这一新的举措可能对金融稳定和欧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 产生潜在破坏性的影响 欧盟还在探讨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可能性 峰会联合声明的草案透露 欧盟及其成员国随时准备与合作伙伴一起 为未来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做出贡献 这将有助于乌克兰长期自卫 阻止侵略行为抵制破坏稳定的努力 不过草案在正式发布之前仍然会被修改 一些成员国表示承诺这一概念的定义非常广泛 并要求欧盟的外交政策部门提供一个更正式的纲要 但是许多国家希望这个议题呢 得到7月的北约峰会上来进行定夺 好 相关的话题呢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事主任赵成 跟赵先生一起来讨论 赵先生您好 斯图尔腾贝格呢 说要在峰会之后来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也很多 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背后怎样的一种信号 另外有英国媒体就在分析啊 说是北约在向欧洲国家来施压 要寻求对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可能 您的观点是怎样 是的 目前正在召开的欧盟峰会 以及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 在原本的议程设置之中呢 都没有说要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议题 但是我们看到呢 的确呢 现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这次北约秘书长斯图尔腾贝格提出来 要在欧盟峰会之后 附加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呢 在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 我个人认为呢 是北约总部 那也包括后面的真正的这个美国 作为盟主 他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因此斯图尔腾贝格来参加这个欧盟峰会 并且提出来要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 实际上是在正常的日程之外呢 在塞定了新的议程 本来这次欧盟峰会呢 主要讨论的是这个500亿欧元的 对乌的财政援助的问题 这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呢 对于乌克兰进行援助 但是现在这个附加讨论的议程 一出来以后呢 很有可能会改变整个这个 这次欧盟峰会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至少说呢 在这次上呢 我个人感觉美国以及北约总部呢 是要试探欧洲国家 他们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这样一个态度 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北约也好 北约背后的美国也好 这个态度信号释放的非常的明显 但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侧 欧洲的态度 欧洲内部对于这样的议题 它其实是有分歧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长期对乌克兰支持计划 许多国家说 哎呀还是把这个议题留到7月份 北约峰会上再来讨论吧 所以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个分析 为什么他们希望要延缓 这样的一种讨论 另外就目前的整个欧洲内部的形势来看 您觉得欧洲各个国家 会不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达成某种共识 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实际上是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以波兰 立陶宛为代表的东欧国家 他们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 是一个力挺的态度 而且态度相当的激进 在这一方面 其实甚至是走在美国的前面 由于下个月的北约峰会 是在立陶宛的首都 比如纽斯召开 所以立陶宛作为下届 就是北约峰会的主办国 其实在这方面尤其的积极 第二类国家 就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 欧洲的一个核心国家 这些核心国家 虽然支持说要援助乌克兰 不管是在军事上 还是说在经济上 但是对于说 将乌克兰纳入到北约体系 或者是纳入欧盟 是持一个非常犹豫的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与乌克兰进行制度性的绑定 有可能对整个欧洲的安全 以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 造成极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他们是持一个 比较犹豫的态度 第三类就是 像匈牙利这样的欧洲国家 它对于乌克兰加入北约 持一个相对否定的态度 所以三类国家不一样 在这次的苏尔腾贝格 来附加讨论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辩论 会是非常的激烈的 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在目前在欧洲内部 目前还不存在 出现这样的一个共识 加入北约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样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出现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 乌克兰方面有什么新的消息传出来 就在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国 就原乌挺乌来展开协调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28号说 乌克兰不会同意 任何形式的冻结冲突 泽连斯基当天 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 他不会接受任何 将俄对乌发起的 特别军事行动 变成冻结冲突的提议 并称乌克兰正在走向胜利 泽连斯基还表示 他明白在当前的形势下 乌克兰不太可能加入北约 但他仍然希望 得到在战事结束后 乌克兰能够加入北约的 明确信号 同一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不可能放弃既定的 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不过普京总统也不会拒绝 任何有关对话的具体建议 前线战事方面 俄乌再度陷入罗生门 乌克兰国家警察局昨天称 此前一晚 克拉玛托尔斯克市 遭到俄军两枚导弹的袭击 一家咖啡店被击中 造成9死60多伤 周边居民楼等建筑也受损严重 对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 俄军只打击与乌军有联系的目标 并再次强调 俄不会打击民用设施 我们继续来连线赵陈先生 刚才在报道当中 我们也提到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正在走向胜利 而乌克兰防长最近也说过 说乌军反攻的大事件还没有到来 所以结合目前的整个战场的形势 您来给我们做个分析 您觉得乌克兰防长说的 包括乌克兰方面说的 这个大事件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大事件有可能是在目前的乌军反攻的主要方向 就是巴赫木特和扎布罗热地区投入乌军的主力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实际上经过西方培训的乌克兰的主力部队 至少有九个旅 一直还没有出现在俄乌冲突的一个前线 那不排除说在未来乌克兰方面将自己的精锐的部队 能投入到巴赫木特和扎布罗热地区 那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试探 以及这个情况探索之后 有可能乌军将自己的生力军投入进去 当然也不排除说在南线 就是霍尔松一线 我们知道前一段出现的大坝溃坝事件以后 实际上已经说对于这个地区的整个的一个情况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在这种状况之下 地理环境出现大的变化以后 乌军会不会从这个方向进行齐袭 这个是不是乌军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事件 也不能排除 再来看对于和谈到底有多大的可能 双方也都各有表态 你看俄罗斯方面说 普京不会拒绝任何有关对话的具体的建议 但是呢 泽连斯基说 反对任何冻结冲突的所谓和平计划 您要来解读一下 这双方背后啊 他对于和谈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意愿有明显的不同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和谈 有可能成为某种前景 某种选择吗 目前如双方的这样差距比较大的表态呢 我个人感觉也是目前战场形势的一种反应 而且呢 同时也是两国领导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反应 那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认为在俄罗斯发生了这个瓦克纳事件以后呢 是处于一个弱势 现在是他一个反攻的一个好机会 因此我们看到呢 现在包括泽连斯基总统在内的乌克兰方面 对于和谈持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 比如说在这个前不久呢 非洲国家领导人组团和平代表团 然后访问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冻结冲突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泽连斯基呢 是对此的 其实是让他们碰了一个冷钉子 不太赞成这样的一个建议 现在乌克兰方面的信心满满 就是希望能够在反攻之中取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胜利 实现一个所谓的全面收复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俄罗斯方面其实对于现在和平 各种方式的这种和平提议 尤其是具体的一个方案呢 都持一个欢迎的态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显示出俄方呢 现在对于和平的意愿呢 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好 非常感谢赵成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提供您的观点 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稍后回来 感谢您的观点